今天收到一个问题 遮一遮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辨别高我和小我 清默论连续上来清 和分开上来清 有什么分别呢 好了 如何分别小我和高我呢 很简单 我们自己 当我们一个我 上面有一个高我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我 小我你可以理解它 为你内在小孩的一个体面 但它不完全是你的内在小孩 只不过内在小孩 是小我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你怎么去分呢 就是到底那个 所谓的直觉 或者突然间改一下的感应 或者突然间灵机一触 那个所谓的message 到底是你的高我 还是你的小我呢 最容易分辨的方法就是 如果是小我的话呢 它就会想你是 哎呀 你呢 那一世呢 是埃及的女祭司啊 你曾经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巫 中世纪被獵巫的时候烧死啊 啊 你呢 今世呢 只需要怎么怎么怎么 就可以很厉害啊 还有就是说 它是会要你满足你的ego 英文ego 就是那种 你那个自尊 你那个自我 OK 令到你膨胀的 那个 OK 要你feel自己很厉害的 那个就是你的小我 你的小我 好想你 OK 不断去feet它 装大它 那种自卑变自大 那种呢 其实就是 那个小我 不断地地 dictate 他想你满足他的虚荣心 比如那种东西 你穿上身 你会觉得 哎呀 你与别不同啊 你很厉害啊 你很厉害啊 限量版啊 人没有理由啊 你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啊 包括刚才说的什么 前世是女祭司啊 聂巫的时候被烧死啊 就是如是等等 这些呢 给你觉得你是与别不同 你是特别厉害的 这些全部都是小我 OK 如果你的高我呢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 高我不会让你feel different 要你feel special 它是一致同人 同体大悲 OK 真正的慈悲 它会见到其他的生命 不只是人的 OK 因为在高我眼中 所有的生命 都是生命 不会说昆蟲呢 就是低賤 人呢 就是高的 没有这种东西的 它就会是要你那种 慈爱 骗及所有生命的那种 心态 它所以不会呢 去促使你 去有一种觉得自己 特别优秀 特别殊胜 你是救世主 你要背起这个 拯救地球的责任 而我们看很多那些 超级英雄的那些戏 全部都是满足小我 全部都是 就是 你是the chosen one 不知道什么 那只蜘蛛好咬不咬 咬你咬完 你就要超能力 然后你要警惡情奸 是的 这些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 身心灵导师 就是跌了进去 这个小我的陷阱里面 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厉害 很有能力 那当然 他那些客户里面 有些客户 是真的觉得他很厉害的 那我都说 其实每一个师傅 可以行走江湖 他一定是有 三两道板斧的 那但是 如果你感觉到 那个人 那个我们叫做 一个inflated ego 就是 你不能说他的 他要觉得自己很厉害的 如果你在他面前 讲第二个导师 等等 他会不喜欢 或者他会想办法去诋毁 或者是评击 或者踩低其他人 这些你都知道 其实他是给他的小我 in charge 的所谓身心灵导师 很多身心灵导师 其实自己 都还有很多的狗结尾处理 他会将他的情况 投射在其他的个案 其他案主身上 看到很多的 就是那些身心灵导师 指着 你要处理你和你妈妈的问题 你这方面的课题 你还没解决 但是其实 那个案主都没有 主动寻求你的意见 他就会走出来 要赠你几个那些 OK 其实一方面 你可以觉得他在拗生意 第二方面 就是 他很想 获得别人的认同 获得别人的赞赏 觉得他是与别不同的救世主 OK 这些全部都是小我的tricks 那些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那些就是 你是一个普通人 OK 你经历了很多 结果的事情 目的是什么 就是令到你有同理心 令到你将来 看到其他人 在经历这些成果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自命清高 觉得 你现在才经历 你不会这样 你反而会充满怜悯 充满慈悲心 因为 你曾经都经历过这个苦痛 OK 分别是这里 所以如果你觉得 那个人 那个ego很大 很想你觉得他是教主 有一种教主情意结 救世主情意结的话 那你可以很肯定知道 那个人 其实他是在小怪 在manipulate他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连续清和暂时上来 清的分别是什么 很简单 你连续清的话 就是我最近 和林郑政府学的 就是说 林郑很想和大陆通关 是吧 所以他就问他 要如何清零 才可以通关 现在我们调转了 就是 我们问高我 你要如何 你才可以清零 OK 就不是我要做到 你才可以通关 我清零多少天 你才可以通关 而是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可以清零 OK 倒转了这个做法 那好了 这样 就 如果我们连续问高我 高我说 三十日 还是十五日 真的似乎你有多干净 我的比喻就是 如果你是 一世人没有生过暗瘡 但你突然生一粒 那一粒都可以有个暗瘡 给你探 有些人他生了一世暗瘡 但他都没有暗瘡 对吧 有些人他一世 发生了很多事 他人还是很豁达 很开朗 很没有东西 但有些人 一世人 顺风顺水 突然之间经历一个离婚 或者一个生意失白 我当然不是说 这些是小事 但都可以令到他 立即个人很创伤 然后从此就 陷入一个深深的抑郭里面 所以你那个麦伦 他之所以塞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真的要高我才知道 所以为什么就说 人家也是七个麦伦都塞了 你也是七个麦伦都塞了 人家可能清十四天 就已经干净了 但你可能要清四十九天 但无论 一世和人家 都是给那个费用的 都是那万多元的了 OK 那是一世的了 你清干净了之后 你不是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上来一次 当是一个保养 但是如果 你之前没有清到零 久不久上来清一下的话 那你可能还会继续 有一个半个 或者两三个 还在塞 所以我们现在就 不要理了 我一次过 OK 告诉你 现在check 问你高我 你到底要一次过 一泡过年气 清几多日 上来就上来 上不来的话 自己在家做 那有些人在这个位置 就很糾结 就说 上来好些 不上来 在家做又打了折扣 那如果是这样 我回去看看我的监表 我怎样才可以 一次过 离足四十五天 我就跟他说 其实你不用离足四十五天 你就算四十五天里面 你有几天在家清 你就在家清 你在家清 就算打了折扣 他总比零要好 是不是 你那天就算在家做 我当的效果是七折都好 你总好过零 你总好过完全没有清 你说我现在不清 我等遲些先 你觉得现在不通关 大家没得去旅行 OK 大家都百业待兴 等运动 现在不清 你等什么时候 还有你等什么 你等过多几年先 过多几年 我的命就短几年了 其实你虧了 你明白吗 那你是不是 越早清 你的频率提高了 你的人生因而改变 因为你遇到的人事物 都不同了 你的频率 就是你的现实 就是你吸引的人事物 所以你的频率越低 你就会吸引一些 越低频的人事物 那你就会不断地 那些东西 明白吗 所以有得清 好清 趁早清 OK 还有记住问我 你要连续清几天 才能够清零 OK 那你能够清零之后 你和你的高我通关 那就非常之好 是不是 OK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些什么 就按下面的WhatsApp link 我们的WhatsApp是转了号码的 所以有点乱 如果你收到 看到这条片 而你没有收到 我通知你的WhatsApp 号码的改变的话 请你按下面的link 和我说个Hi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即管你可以录音 或者文字都可以 那我会拍片片复你 OK Bye